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怎样正确地认识孝道 如何去立行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 不但是修行正果的重要问题 也是世间做人的根本问题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首先我们从这个字下说 孝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老字 下面是一个子字 这两个字合起来 让我们去体会其中的道理 那么这在中国古代制作文字的原则里面 称之为会议 中国文字的制作有六个原则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 让我们看到这个文字 文字就是符号 看到这个符号 看到这个符号 体会里面的意义 这个符子 一般人认为这是两代 上一代 上一代跟下一代 在孝道里面 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不是二 一体 这就是孝的意思 如果上一代跟下一代分了家了 这个孝就没有了 那就不孝了 那么从这个意思再去引申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过去无始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中 无始无中是一个生命体 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 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佛性 大臣经上佛说的很多 佛性无始无始无中 无内无外 就空间上将无有始无始无中 这才是自己真正生命的本体 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情本来灭目 就是说的这一段事情 这一段事情在中国文字里面 这个孝子将它云云满满满地表达出来 那么由此可知 无情同缘中至 这是孝道的圆满地圆满地 祝福菩萨 大慈大悲 无条件地 普度伐界一切众生 这是孝道的实践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同一体 竟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字体 所以你能够认识孝道 等于说你能够认识自性 认识之后 我们从哪里做起呢 如果说从哪里做起 这个话太难讲了 为什么呢 竟虚空变法界 过去未来是一个整体 你说你要从哪里做起 正如同像一个语言一样 语言没有失踪 没有说从哪里开始 没有从哪里终止 所以 齐心动念 也语造作 如果与孝的精神理念 相应了 这就是实践小道 这就是历心小道 但是 云云云众生 无始以来就迷失了自信 换一句话说 迷失了小道 佛菩萨 佛菩萨 以种种善巧方便 教导 众生 迷了以后 理性 失掉了 也就是佛法上说了 将 般若弱智慧 变成了情史 迷的时候 就把 般若智慧 转变成情史 觉悟之后 就把情史 又恢复成 般若智慧 你看 般若跟烦恼 那个转变 就是迷雾 凡辅 迷得太久了 秦枝太深了 所以世尊 教他修孝道 从哪里修秦 从孝养父母 这个对于 反复来讲 可以接受 而且呢 都认为 这是天经地义 这是正确的 怎样 校养父母呢 父母的 一时齐聚 一定要 细心去照顾 粗心大意 就不消了 一定要了解 父母生活的习惯 爱好 以及身体健康的状况 你才能照顾的 周到 换一句话说 他的身体 需要哪些养分 需要多少分量 这在生活上 其余上 妥善地照顾 养父母之身 使父母的身体 健康长寿 这就算是 尽量校到了吗 没有 如何才能 尽校呢 人 有这个身体之外 还有情绪 还有爱好 父母所喜欢的 父母所应务的 是什么 你要懂得 你才能培养 父母的 欢心 大臣经上 佛常常教人 长生欢喜心 远离一切 忧愁烦恼 他欢喜的是什么 他忧虑的是什么 他欢喜的 儿女 儿孙孝顺 儿孙 虎墨 他欢喜 兄弟姐妹 能够互相合作 共同的 创业 共同的 收成 同一条心 这个父母欢喜 那么由此可止 如果兄弟不和 父母忧虑了 令父母忧虑的 不孝了 兄弟姐妹之间 要和睦 这是尽孝 兄弟姐妹是一家人 这里面的 这里面还有外来的 参与你这个家庭的 儿媳妇是外来的 女婿是外来的 这个不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 有很多生活 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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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这一家人不相同的 如果 周里 女婿当中不和 这个父母的父母 这个父母也担忧啊 他这个担忧 千长 挂肚的事情 可多了 你能不能体会到的 如何能叫外来参与这个家庭的 那也算是一家人 能够建立共识 你也能够和睦 相处 互相合作 那你这个父母就欢喜了 这还不能算是圆满的尽孝 这个四 这四 事情之多啊 事说不尽 诸位要从这个里面去体会 文艺知识 你才能误辱这个道理 譬如我们在小时候 读书不用功 父母操心 平性不好 父母操心 对老师不恭敬 对同学 不有爱 都是令父母操心的 担忧的 不肯认真学习 都是令父母上心的 这是求学的阶段 你要真正是孝顺父母 能令父母送欢喜心 你一定是认真 你一定是认真努力 尊私 忠道 有爱同学 法愤 读书 这是尽孝 为什么这样拼命用功读书呢 敬孝道 换一句话说 孝道 在推动你 学业 学业完成了 踏进这个社会了 在社会上 必定有领导与被领导的 你初学一定是被领导 对于领导你的上司 长官 你要服从啊 你要尊敬啊 对于你的长官上司 不尊敬不服从 你的父母又担忧了 同事当中 要互相配合 互相合作 那么对待你 所管辖的部署 你对他们 要有仁慈的心 无能识意里面讲 我们对领导人 要忠心 对下面的干部 要仁慈 要教导啊 这是今孝啊 那么这个孝 有没有做得圆满呢 差得远了 如何领孝道圆满呢 父母我们细心 调养他的生活积聚 家庭 学校 事业 能做到如理如法 让父母生 欢喜心 为什么 还不圆满呢 我们明了啊 人 有这一身 还有来世 这一身 我们对父母 能够尽到的 我们统统做到了 来生怎么办呢 你能照顾得到吗 所以佛告诉我们 必须劝父母学佛 这是大笑话 那父母要不接受呢 跟主委说 父母没有不接受的 不可能不接受的 为什么他会接受呢 因为你会尽孝 你为什么能叫孝呢 佛教你的 圣贤人教导你的 你懂得尽孝啊 你了解尽孝的意义 无限的圣光啊 所以你才肯去做 那么做父母的 看看别人家的子女 不懂得 不孝父母啊 你能够孝这个尽孝 谁教你尽孝 佛教你尽孝 佛好啊 他就能够学佛了 你把佛所讲的 这个宇宙人生的 真相 帮助父母认识 帮助父母理解 你父母当然就愿意学佛了 佛法 佛法 博大精神 无有边际 不使我们一生 能够学得了的 尤其父母 尤其父母年岁多大了 过去没有学佛 没有接触过佛法 现在开始学佛 时间不多 那我们一定要劝到他 选择最殊胜的法门 这个法门对他来讲 简单 容易 妥当 决定 有成就 念佛 往生不退 成佛的法门 能够帮助父母 在这一生当中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你这个孝觉见得圆满了 使你的父母 永托轮回 永远的无量是我 真的无量 不是有量的无量 这个孝 才算是尽到圆满了 不能帮助父母 聊生死出三戒 你的孝道就不圆满 纵然 你既得行善 帮助你父母伸天 神欲界天 色界天 想天福 孝道都不圆满 为什么呢 天福虽然长 还是想得尽 飞翔飞飞飞翔天 寿命八万大戒 八万大戒 还是一个数量 依旧会到头 八万大戒之后怎么办 还要搞六大轮回 那怎么能算究竟 所以这个孝这一字 你才晓得这个含义是无量无边 事出世间 一切法都包含在其中 我们对这个字要认识清楚 然后测销的 儒家的教学就是一个孝子 受佛王三世 祝佛如来 为一切众生 讲经受法呢 也是这个孝子 在佛法里面讲 这个孝道要做到究竟圆满 是自己成佛 你正到等教菩萨的地位 你的孝道也没圆满 为什么呢 父母对儿女的期望 是圆满的 是究竟的 一正到等教菩萨 还有一品身相无名没破 那么父母对你期望 是究竟圆满 你还欠缺一分 你的孝道就不圆满了 所以我们可以讲 祝佛菩萨 古甚仙仙们 他们 没有需求任何的报酬 完全是尽义务 不辞兴劳 教化一切众生 是什么力量 在推动他 他没有明文力量 这个推动他的力量 就是孝道 因为他明了孝道 实践孝道 他要静孝道 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 推动他 自行化他 达到究竟圆满 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 你问的是出家人 出家人 怎样 行下道 大臣经里面 自古以来 佛门的大德 都公认了 地藏菩萨 本愿经 是佛门的孝经 换一句话说 出家人 学佛的人 要修孝道 就要从地藏菩萨 本愿经 学起 你从这个里面 细心去体会 孝经的道理 你细心去观察 菩萨 修孝道的方法 你可以依据这个理论 依据这些方法 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修持当中 这就对了 地藏菩萨 给我们显示的 是大菩提心 四红实愿里面 众生无比实愿度 刚才讲了 佛有善巧方便 知道一切众生 亲情很重 众生无比实愿度 第一个要度父母 父母也是众生 跟自己关系 最为密切了 先度他 心言帮助他 如江才所说的 如果父母 过去深重 习气很重 沉浸很深 事欲很浓 事好欲望很浓 这个很难转变 那么这些 实在讲 都是极容易 造作罪业的应有 像经上所讲的 婆罗门女 光母女 她们的亲人 这个女孩子 笑声 前面所说的 她都做到了 可是 她的亲人 她的母亲 沉浸很深 习气很重 依旧造作种种沃业 沃业当中 特别是 亲慢三宝 诸位要晓得 亲慢三宝 这个罪业 就很重很重了 如果再说 毁谤三宝了 那个罪业就更重了 这是世间人不知道的 世间人以为 佛教是迷信 极力破除迷信 认为这是正当的 认为他们所作所为 是正确的 那你知道这是罪业的 他要知道这是罪业 他怎么会做的 这个就是对于佛法 不认识 对于四十真相 欠缺 明了 哪些是正法 哪些是写法 哪些是应当做的 哪些是不应当做的 他不知道 五一六成的享受 就是不应当做的 世间人认为 这是应当的 人生在世 那不享受 那不就是可惜了 他们认定的 人生就这一生 他不知道人生 有过去有未来 所以这些四十真相 特别是英国报应的四十真相 要让他明了啊 英国报应的这些四礼 古人说的很多 但是现在那是古人说的 那是过了时候的学书 他就否定了 他就不肯接受了 所以 关于英国报应的这些四十 尽量找眼前的 眼前报纸上等的 新闻广播都所报道的 他不能不行啊 这个白在眼前 这是四十啊 许许多人亲眼看见的 亲耳所闻的 容易让他深信 所以你们学讲 了凡思讯 讲音质文 讲感应篇 古人这些资料 提供你做参考 最好的讲法是 你能够收集眼前的资料 这个令人相信的程度就提高了 眼前找不到这个资料 再就找古人的 所以第一手的资料 现在发生的 特别是当地发生的 更清晰 那当地没有 现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 现在资讯很发达 立刻就传过了 也能采信 从这个地方建立 对夜报的信心 这是四世真相 所以举比喻 举例子 都是越近越好 那么这些在这个江言书 跟内殿江座之研究里面 都教导 出家 我曾经说过很多次 这是一个行业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 为什么呢 真正十几位人 不求明文立扬 不求任何报酬 是完全牺牲奉献 做教学的工作 对自己是学习 对别人是教化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选择这个行业 你必定对这个行业 有相当的认识 你欢喜 你发心 那么许淫测这个行业了 就一定要认真去学习 学计 学定 学会 如果我们学习不认真 那就是不孝 为什么呢 不认真 你就没有成就 你没有成就 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父母 选择这个行业了 是离开家庭了 对父母的生活起居 不能照顾 也没有办法的 去令父母 远离 忧虑 长生欢喜心 你都做不到了 唯一 你在修学上有成就 你父母见到了 听到了 生欢喜心 你真正有成就了 你的父母会得到照顾 谁去照顾呢 祝福互念 龙天善神 这叫互发神 照顾啊 这不是假的 是真的 为什么 他得到祝福互念 他得到 互发神神的保佑 因为 因为他的儿子 孝顺 这个孝的 烈量 推动他 认真 努力 修学 从事教化工作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以这个功德 回向给父母 回向给一切众生 这样的道理 我们认真 努力修学 断烦恼 修法门 成佛道 都是为了尽孝 这个意义 就不同 反响了 由此可知 我们学佛 在佛门里面 如果不是 如理如法的修学 就是不效啊 我这种行持 能对得起父母吗 能报答父母吗 父母 无论是在 或者已经不在了 都一样啊 比世间的意义 更深 更广啊 父母不在 无论在哪一道 你果然是认真修学 修学有成就 他就得利益了 你们看 地藏经上 普罗门女 她的母亲 造作的物业 多地狱 他怎么样救他呢 绝华定自在 王如来 教他念佛 念佛这个法门 是最快速的 最稳当的 他为了 他为了要救他的母亲 他念佛就认真了 真正是 如大师之菩萨 所教的 都摄六根 敬念相及 他做到了 一天一夜 就得到一心不乱 你要问 为什么他 能够这么认真 这样精情 他得到这功夫呢 因为他救母亲的心切 如果不是母亲 躲在地狱 受些苦难 他也没有这么 真诚恳切的心 换句话 虽念佛 也不能得一心不乱 那么 由此可知 他之所以能够发愤 所以能够精勤 所以能够做到 敬念相及 得一心不乱 是他母亲的力量 你读地战经 这个道理要懂得 母亲都悟到受苦难 这个压力压着他 他认真努力 他得一心不乱 得一心不乱 就是菩萨了 就不是凡夫了 所以他在定中 见到地狱了 地狱的鬼王 看见他来了 就和张恭敬 问他菩萨 菩萨 你到这个地方来 有什么事情 婆罗门迪就说了 我的母亲造作罪业 应当是躲在这里 鬼王就问他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他就说出来 他说他有个孝女 给他修大功德了 给他修大功德了 三天前已经升天了 所以诸位要晓得 彼此两方面帮忙 母亲都悟到 使逼迫他 一定要发分 努力认真 他自己念佛 成功了 这是他母亲的力量 他成功了 他母亲变成 菩萨之母了 并不是菩萨之母 我觉得特别有待 而是因为他 叫他儿女成菩萨了 他这个功德大了 所以这七分功德 他得业分 是这么等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了解 这是后清后理 但母亲不造这个灾难的时候 念佛也就不认真了 哪里能有这种效果呢 如果我们今天要下等 我们的父母 将来要说 不能往生的时候 也搞六大轮回 我们怎么样救援他 自己念佛 念到功夫成品 念到一心不乱 你就有能力 度你的家亲眷属 你为什么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念到功夫成品 是因为你有一个 救护家亲眷属的 这个念头 这就是力量 一定要认真努力 一定要把道业修好 这是孝的力量 在推动的 所以在这个佛门里面 与大众相处 一定要修六合金 过人自己进修 一定要持戒 修清净心 引迟戒律 要谁守规矩 要守规矩 决定不犯过失 要听从老师的教育 老师过来人 他有经验 他有经验 我们决定不能自视聪明 那你就错了 我这个一点点成就 真正得力的 就是我不占自己的聪明智慧 完全听从老师的教诲 我有这么一点点长处 如果我跟老师学 我的意见也可以很多 但是我把我的那些意见 我的那些想法看法 完全放下 全部接受老师的教导 没有意见 完全照办 老师唤醒了 我们在这里修什么呢 纵然自己 这个意见 比老师见得还要殊胜 我们能忍 修忍如波罗比 不要发表自己的主张 修忍如波罗比 一切法得成于忍 我们虽有见解 虽有知见 并不是完全成熟 你能够忍 忍就得定 定就开真智慧 不是视之变从 能够比的 老师看到你很有聪明 地区 你也有很多这个误出 他就把你压住 打掉你 这个不是老师忌妒 老师成就你 为什么呢 你没有定力 你没有耐心 所以有聪明智慧的时候 这个聪明智慧是有限度的 发展是有保护点的 你不能成就大智慧 你没有耐心 你没有定力 所以往往我们的古圣 这是古来的祖师大德 教界学人 我们看出来了 这个真叫大慈大悲 看到你是一个可以操旧之才 你有善根福德 他全心全力在旁边辅导你 他所用的方法手段都是正确的 但是你没有这个慧言 你没有这个功夫 你往往把他这种手段看错了 我认为他是别有用心 不压制你 不让你出头 那你就错怪老师了 误会老师了 你还会有什么成就 一定要知道真正善之实 可以说他一生当中 就是想找传人 能够传他法的 是否毁灭 那是一生最大的落死 这个古言语里头也说 做老师的 心目当中说 愿得天下因才而教育之 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 他怎么会压制人 哪有这种道理 但是很可惜 老师这种非常的手段 殊胜的善侨方便 被人误会了 那这个人就没福了 往往随意去老师 别的地方去学习 这个有 也是很常见的 人之常情嘛 老师看他这个样子 小小 这人不能拯救 虽然他有善根有福德 没有耐心 没有定力 智慧还是不足 这很深很深的道理 所以我们清净善知识 善知识对我们的教会 终生感激 念念不忘着大恩大德 我们才有这点成就 以什么来报答呢 鸿发力声 像老师一样认真地教训 是否毁灭 老师把佛法传给我们 我们也要传下去 不能把佛法传下去 我们怎么能对得起老师 认真地修认真地教训 认真地辅导一切众生 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德鲁 这是静孝道 都是一个孝心 在推动 对于虚恐伐解 一切众生 以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来对待 这是尽孝 为什么呢 静虚空变发界 是一字体 你在这个里面 有分别 有执着 有好恶 就不孝了 孝子就没有了 我们这样做 众生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是他迷 他不了解 四世真相 了解的人 对不了解的人 应当有同情性 像经上讲的 应当有怜悯心 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明了 也要以种种 善巧方便 今天将高度的智慧 巧妙的方法 来诱导他 让他逐渐逐渐的 觉悟了 明了了 这行笑道 到最后归根皆敌 还是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样 有把握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理如法的 修修 我们讲的最简单 最具体的 无量寿经 要把无量寿经 念书 无量寿经里面 我们所谓的一切 教诲 统统做到 你往生 就有把握 伸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笑道 才圆满 我们自己要往生 我们希望一切众生 各个人都能往生 我们晓得 求往生的人很多 不能往生的人也很多 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有障碍 障碍就是自私自利 所以烦恼障 沉浸很深的 俗智障 破烦恼障 这个秘诀 就是 决定不贪生 决定不怕死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 心是定的 不会受外面境界 所动摇 瞬间也好 瞬间 不贪爱享受 逆境 也不躲避 一些灾难 不需要躲避 顺利 都随远 你才真正能做到 不贪生 不怕死 死是什么呢 幻境界 离开受货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好事 不是坏事 这个要懂得了 这些是四十真相 于是我们这个小道 才能圆满 出家也照顾自己 也要照顾同餐道友 也要照顾这个道场 全心全力 做出家人的好榜样 做道场的好榜样 这是我们行效 敬效 能够把这种精神 把这个形象 发扬广大 利益 学会 利益 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孝道 我们这个孝道 才真正做得踏实 以这个功德 回向众生 回向净土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 自己现情 必然是发席充满 日常生活当中 必定是不辞辛劳 认真努力 发愤修修 这才能 就是讲到出家人的尽效 所以 儒家 佛家 没有别的 就是一个孝子 这一个孝子 是佛法的大宗祠 法门 佛法称宗祠 叫陀罗尼 这个是究竟圆满的陀罗尼 希望我们细心去体会 认真努力去设计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达到圆满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